小朋友每一段時間就會發燒 家長大去看病時 又查不出什麼病因 可能他已經患上了 周期性發燒綜合症了 這個周期性發炎 這個病英文有一個簡稱叫P-VAPA 發病的開始大概是一歲到四歲 有時候可能小到一歲左右發病 整個過程大概是十年左右 很多小朋友大概到十歲之後 就會慢慢失去那些症狀 那些症狀包括什麼呢 當然周期性發熱 小孩子每四個星期又發一次燒 燒挺高的 會發燒到39度到40度 但也不像常見到普通感冒發燒 伴隨著的症狀就是口腔會發炎 即是有潰瘍 這個煙喉也會發炎 即是喉嚨會痛 另外就是他的頸部 臨巴結都會發炎 會腫大和痛 那他為什麼會來到醫院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發熱 不停發熱 那些家長不停去找醫生 就想一下是不是又有什麼感染 他們通常就用抗生素 甚至抗病毒的藥 去醫治這些小朋友 但是從來都找不到什麼病菌 或者病毒 那通常這一班小朋友 最後的診斷就是這一隻 那中文就叫周期性發熱中合症 那成因呢 那很多時候都是和基因 那個所謂改變有關的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單基因的病 也就是說 它是很多基因有一些所謂 是錯意而引起 所以在一個家庭史裡面 通常我們都會問 這個小孩譬如現在是六歲 有周期性發熱的現象 就問爸爸有沒有啊 媽媽有沒有 那很多時候就爸爸或者媽媽 原來他小時候 他回想起 是哦 我小時候是一歲多兩歲 就差不多四五個星期發一次熱 那到十歲又好像沒有了 那些就是一個家庭史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一些基因的檢測 找得到的話 那有一部分確實是找得到的 那但是就不是大多數 那其實呢 因為它都叫周期性 那所以它有一個特徵呢 它發燒 其實是好像一個時鐘那樣的 那通常就四個星期發一次燒 但是有時候是快到兩至三個星期 也可以去到七八個星期才發一次燒 那所以如果那些家長發覺 咦 每到四個星期或五個星期 就當一下它突然間就發燒的 但是發燒之前那十幾個小時或一天呢 那燒就燒到三十九四十度 那可能持續四五天甚至七天都有的 然後伴隨剛才我說的那些症狀 然後摸一下那些頸 原來那些頸又有些淋巴結炎 摸下去它可能有點痛 那在那段時間呢 那家長就要問一問 究竟是否這一個所謂P-5 或者叫周期性發熱綜合症 那其實它不是病毒或細菌感染的 所以第一就給抗生素是沒什麼用的 但當然很苦惱 因為你那小孩發這麼高燒的時候 他會打冷陣 那人會沒有精神 很累 那照樣都回不了學了 幼兒院都回不了 那當然影響那個學業沒有交關 譬如四個星期一次 那你差不多一個月要聘請一個星期假 那我們見那些小朋友有這個P-5 最苦惱的就是影響他們上學的學業 還有那個星期真的會沒有精神 那如果你一個月有一個星期或十天是沒有精神 那你對他的學習、發育、發展 各方面都有極大的影響 那我想第一樣要確診先呢 他有一個懷疑 那一定要找疑科醫生 那疑科醫生裡面有一些是專門做免疫的 那些可以找那些專科醫生看 那通常他們都可能會轉介去我們醫管局的疑科部 沒有再去做一個叫確診的 那確診完之後呢 那其實只有幾個方案的 因為這個病它本身 大概去到十歲左右左右就會自己好 那就要跟家長大家談 究竟你想那個進行的治療是怎樣的 那有幾種方法的 那有些只是給退消藥 因為有些家長不是很想那些小朋友用藥的 那那個退消藥呢 只可以幫到退消的 就幫不了喉嚴 或者是那些口腔發炎非肢等等 那有時候家長都覺得 這個都不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給一個很短的 可能一至兩劑的類固疑 那給的方法呢 就是當那個家長覺得 他跟著就會發燒 他都差不多 看時間鐘都差不多應該做了 那就是他一開始發燒的時候就立刻給 那通常那個燒就會推得很快 那但是呢 有可能他到夜晚那到第二天 要再給多一劑 但是那個閉儲呢 他就是自標 就不是自個本的 那就不會治得好他的 那所以就挺苦惱的 那還有另一個方面 他給了之後呢 可能會將他的規律改變了 就是本來可能會不會 譬如五到六個星期一次 可能到後面就三到四個星期一次 那這個代價呢 可能他的周期性會縮短了 有沒有另外一個方案 都有 那就是一些藥呢 就是抑壓這些 所謂周期性的發炎 綜合症 甚至乎對口腔發炎也有些用的 那英文叫做Culture Scene 那中文叫做秋水 Scene 那這些要長期服用的 每天都要服用 那不是每個都有效的 大概譬如十個 大概有五六個是有效的 那當然也有些副作用 其中一個副作用就是 你吃了之後有一部分 可能有兩三成的時候 會覺得肚子不舒服 很悶、作悶 甚至乎有些嘔吐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案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用 到最後呢 亦有一些用手術的方案 那個手術方案 就是切了扁圖線 當然你切扁圖線 有些人就說 你摸碎之前不要切了 因為你切了之後 因為扁圖線是你的 所謂抵抗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家長都不想切 而且你切都是一個手術 都是要全身麻醉 都有自己的風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